布林肯访华后翻脸 中国却同意耶伦访华是何原因 能谈出好结果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耶伦等到了时机 确定访华行程 但恐怕和布林肯别无二样 之前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 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访华 现在经过了美国媒体的不断吹风 耶伦终于等到了这个时机 如愿访华 根据中国财政部网站 所发布的消息看 美国财政部部长 珍妮特·耶伦将于7月6日至9日访华 而在这句话之前 还有一句 经中美双方商定 大家一定觉得很熟悉了 没错 前不久布林肯死皮赖脸 要来访华的时候 咱们外交部发布的信息 同样用的是双方商定 也就是说 耶伦和布林肯一样 都没有收到咱们的请柬 都是自己硬着头皮 非要来的 我们都知道 布林肯来的时候 没有香花 没有红毯 阶级人员更是寥寥无几 尽管他访华两天 行程满满 在最后时刻得到了咱们的会见 得以回去交差 但要说实质性的内容 其实谈的并不算多 至少是还没有谈到关键的问题上 不过不管怎么说 当着咱们的面 布林肯的态度还是有的 只是在回果之后就收了起来 在布林肯回果之后 美国可以说是不负众望 重新玩起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 布林肯本人就直接说 会继续说中国不喜欢听的话 做中国不喜欢的事 你还别说 这话说的还真是中国不喜欢听的话 因为实在是幼稚低级的 让人觉得好笑 鬼果之间打交道 能像美国这些政客这么儿戏的 也实在是不多见了 而除了布林肯这番另类发言 拜登政府也声称 要加大对中国的芯片限制 开启新一轮芯片制裁 此外包括想要拉拢越南和莫迪老仙 相互忽悠对付中国 以及搞对台军售 可以说是丝毫没有放弃 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话说到这儿 那就奇怪了 既然如此 咱们为什么还会同意耶伦来呢 其实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当今世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但凡中美有点风吹草动 那其他国家都是眼巴巴的盯着呢 就在上个月底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 中美两国能否缓和紧张关系 将会支揭关系到全球范围内 面临的挑战 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换句话说 中国和美国关系能不能好 对世界秩序能不能好 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其次 从中美关系本身出发 尽管美国一直喊着要对华脱钩 但到底能不能 敢不敢脱钩锻炼 他们自己心里门清 就说这次耶伦访华什么身份 财政部长 就这还拖什么钩 断什么链 在全球化背景下 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相互进入互为补充的关系 不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 尽管从最坏打算来看 一旦两国脱钩 中国未必会向美国所面临的处境那样糟糕 但明明有着双赢的可能性 又何必要做看不见任何利好的事呢 最后 同意耶伦访华 其实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体现 一直以来 咱们讲的都是合作共赢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点从始至终没有变过 即便是面对美国几次三番出尔反尔的做派 我们也是抱有诚意和耐心 坦诚沟通解决问题 上次在布林肯访华期间 中美两国达成了共识 有序恢复两国之间的沟通对话 现在从美国商定之后 答应耶伦访华 就是我们兑现承诺的体现 但无论是布林肯还是耶伦 让他们来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做出让步 恰恰相反 能不能谈得拢 有没有好结果 都要看美国拿什么诚意来谈 尤其是像耶伦这种 为了要钱而来的 恐怕只能和布林肯一样 无功而反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评论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